全台灣的焦點就在環南市場 這個阿中市長講了 把這一波擋住就贏了 現在要跟台北市成立聯合前進指揮所 首先環南市場設立篩檢站 7月2號公布疫情指示簡訊 下午要完成確診者的疫調 3號要把密切接觸者隔離 要完成隔離並且安排探檢 然後持續匡列風險 區域人員安排定期探檢 中央地方要合作 齊心圍堵病毒 這件事情其實一開始 如果早點處理不會報這麼多 525就開始陸陸續續有人確診 到622發現說22例 這時候如果議員開始受不了 攤商受不了跟議員爆料 議員出來跟媒體講的話 這個台北市都說 環南不然你們想那麼嚴重 白農哪有嚴重 那時候市長的心情都是白農 不然你們想那麼嚴重 是不是他知道環南更嚴重 我們不知道 28號44例 29號68例 7月1號我們看到 開始大規模PCR採檢 請出王必勝來出馬作證了 現在累計確診數光是環南市場 高達110人 今天早上休市三天 緊急封鎖消毒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 他影響索急是怎麼樣 你看6月29號的時候 板橋大圓白貴檢 他確診了 確診之後是怎樣 發現說他的婆婆就在環南市場工作 是28號確診 然後他被匡列採檢確診 原本就開始這個庭業傾銷了 並且已經有685個快篩是陰性了 隔一天6月30號桃園確診一個案例 這個是環南市場的女菜販 隔壁灘確診 他隔壁灘確診 他沒有被匡列 他越想越不到 自己去買快篩計 一才發現陽性 結果就揪出來了 博文 我是希望這次的事情 亡羊補牢 游位玩矣 希望是如此 但是我今天看到中央跟地方 總算能夠通力合作 成立所謂的前進指揮所 我想至少還是往正向的這個方向發展 但內心還是充滿遺憾 為什麼 如果這些步驟早在陳時中 他在第一時間去北農視察 當天凌晨四點半 其實他就已經做出這樣的指示 他就已經講出今天 其實希望臺北市可以全力 跟他配合的這個事項 如果當天凌晨四點半 當王碧勝 當陳時中 他們去視察北農之後 立刻隔天臺北市政府全力配合 我相信今天不會蔓延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雖然我今天看到中央跟地方 終於攜手合作 能夠成立前進指揮所 進行PCR篩檢 雖然一方面感到高興 但是難免感到遺憾 因為如果早在一個多禮拜之前 做這樣的事情 今天不至於會發生這樣的憾事 搞不好六月二十八號 我們就可以不要說違解封 搞不好三級就可以降二級 這個數據會講話 大家看一下 這個攝影大哥麻煩一下 我從二十六號開始 這個圖表跟大家做一個 看起來複雜 其實很簡單 紅色的部分代表的是新北的確診數 藍色的部分代表的是台北的確診數 這個橘色的部分就是新北 扣除掉北農跟環南 這次群聚事件 新北如果扣除掉北農環南 就是橘色的數字 我給大家看一下六月二十八號 因為這天是大家期待的 微解封的 這個希望可以解封的日子 但是後來延長 六月二十八號 你看 當時新北市是三十三例 台北市是二十二例 可是大家如果看 如果新北扣除掉北農跟環南 大家看這個橘色的數字 如果扣除掉北農跟環南的這個相關群聚 我們只有十七 扣除掉北農跟環南的群聚 新北的確診 其實已經比台北要低了 所以當時台北如果不要爆發所謂的北農群聚 我說實在話 六月十八號 我們可能真正的微解封 或者降低解封的警戒度 是有可能的 結果因為發生群聚事件 我更遺憾的說 如果早在一個多禮拜之前 陳時中當時到北農視察 凌晨四點 柯文哲市長 他摒起掉任何這種本位主義 他就好好的跟中央配合 坦白說搞不好現在整個的這個疫情 是往下降 我們還需要在那邊哀聲嘆氣 然後寧夏夜市各個夜市 還在那邊拜託柯市長 我們是不是趕快微解封 不然過不下去了 真正的問題就是出在 這次北農的群聚事件沒有處理好 所以我必須很遺憾的講 我雖然覺得今天至少是跨出了一步 但是這一步真的是晚了太久的時間 不過我還是希望至少從此刻起 趕快進行大規模的這個篩檢之後 希望能夠讓疫情和緩 希望能夠讓北農的群聚事件 不要再影響到周遭臨近的縣市 是我要跟大家來講 因為今天早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樣 看到這個記者會 我感覺到的是憤怒 我先講結論 今天台灣的疫情之所以從5月一直爆發到現在 之所以我們從5月一直三級無法解封 我們一直緊急的所有的朋友都在家裡面隔離起來 我們所有最大的兇手 我覺得最大的兇手就在柯文哲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先給各位看證據 這是5月19號你可以隨便找到一條新聞 當天就有壹傳媒報導說叫柯文哲看過來 環南市場爆防疫破口 隔壁的家禽市場有人先中招 這是在5月19號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新聞 然後在5月22號的時候 環南市場貪傷的女兒快篩陽性 柯文哲說一人感染如果就停市的話 台北市將會垮掉 大家還記得這個新聞吧 所以柯文哲當時並沒有在環南市場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爆發了 那他並沒有在環南市場來進行疫調 來進行隔離來進行匡列 所以就讓這整個的環南市場 跟北農的事件就陸續爆發 然後中央看到了這個疫情 似乎在北農似乎在環南市場持續的爆發 我再給各位看這個公文 我記得我上一次在節目當中 也曾經有秀過這個公文 這個公文是在6月5號的時候 禮拜六的下午3點半 那我們看到的是由衛福部的次長 然後來召開這個會議 然後包括了薛瑞源是次長 然後還有周志浩 莊仁祥 羅一鈞 甚至於行政院農委會的相關的人士也都來 台北市在6月5號的時候 他指派出了一個衛生局的記證來參加這個會議 這是6月5號的會議 這個會議的目的是什麼 就在我畫出來的 就是在這個研究雙北的果菜批發市場設置篩檢站 因為當時第一次6月5號當時中央就發現 如果北農的疫情沒有辦法控制的話 恐怕會影響到所有的整個北部的疫情 而且這個疫情會擴散到全國去 因此在6月5號的時候就要求台北市 是不是能夠趕快來進行篩檢 結果這個在6月5號下午所召開的會議 柯文哲置若網文 所以這個會議6月5號的會議 就此又銷聲匿跡 然後第三次的這個機會 第一次我剛剛講是在5月底 如果柯文哲有做好篩檢 有做好疫調的話 我在這邊先給各位看 芳寮 芳寮就是芳山的那個卓秘魯回來的 芳寮光芳寮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總共篩檢 做PCR有8000多人做PCR 總共有7000多人陰性 這是芳寮光一個案子 你就可以看到有這麼多人 那台北從5月底到目前 你就看到他完全不做疫調 完全不匡列 我不知道這台北市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我剛剛講到6月19號 在北農的時候 其實當天6月19號 王碧盛跟台北市的副市長 黃珊珊兩個人就見面了 王碧盛就跟黃珊珊建議說 你這樣不行 你已經錯過了6月5號 你是不是要趕快 在這個北農這邊 來趕快來進行全部的PCR 黃珊珊說他要把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帶回去給這個 柯文哲 結果這個6月19號的這個會議 帶回去給這個柯文哲以後 柯文哲說好吧 那我們就來做快篩 不是做PCR 是做快篩 那他的解方就是他不要做PCR 他嫌PCR太貴 那他願意做快篩 沒有快篩他的解方 因為反正疫苗是中央出錢 他就抓來打疫苗 然後他當時的做法就是 我要暴力式的 我要用打疫苗的方式 整個的疫情是這麼的嚴重 柯文哲你對於所有的疫情 你到底做了哪一些的事情 你除了嘴巴上 你只會拼命的槓中央 你只會拼命的 只會每一天下午的三點半 召開記者會 一下罵疫苗 一下罵中央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來防止群聚感染 你什麼事情都沒有 你只有 然後到目前為止 你只做了一件事情 是蓋牌 這個從這件事情上面 你從蘋果日報的民調上面 你就可以看 你光屏東的訪僚跟訪山 他的整個疫調的過程 還有在高雄 鳳山 鳳山這個案子 是從新北的恩主公這邊來的 你這個案子 你在蘋果的即時民調 你可以看到 陳其邁的民調 大家的支持度 是高達七成多的一個支持度 但是你柯文哲 高達七成多是認為你的這個疫調 你的這個防疫是做得非常非常爛 這就是你柯文哲的成績 今天早上的這個記者會 更讓人生氣的是 網友馬上在這個網路上面 他就把這張的照片 中間拉一條線 就切割出兩組 一組是救火隊 另外一組是縱火隊 這縱火隊有誰 有柯文哲市長 還有旁邊的這個黃珊珊 以及在後面站著有 昨天本來是要請假一個月 那今天突然間消假上班的 衛生局長黃世傑 北農搞成這個樣子 剛才其實我們看到了 那個柏文議員有說到 其實台北我們全國的人民 都希望說在7月12號 我們大家都能夠解封 但是我們從5月底你看到 其實在北農在懷南市場 已經發現疫情 就是因為你柯文哲不做疫調 所以搞了一個多月 讓這個疫情在裡面悶燒 那你不做疫調 不隔離不篩檢 讓這個疫情越來越大 然後你又蓋牌 所以搞成這樣 就算了 확실히不是 一些具體的 很準確 最近